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我是翁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 高雄市拼观光 这一回锁定的目标 是非都会区的民宿业者 希望来加强服务品质 在日前的市政会议上通过了 高雄市的特色民宿认定原则草案 鼓励民宿业者找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带来观光商机 特色民宿真的要有特色 观光局的认定触角 深进非都市计划地区 最新版的特色民宿认定原则草案 今天在市政会议里通过 市政会议通过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规范 那个五间民宿以上的 五间民宿以上的做规范 另外一个提升他的整个经营的能力 这个部分 特别是接待能力的部分 曹恩中民定业者想成立特色民宿 申请经营的地点得位于 六规 甲仙 内门 田辽 桃源 茂林 南马夏 美农 骑山 茄顶 山林 等11个行政区 而且具备生态或景观 文化 建筑 休闲浓渔墓 餐饮美食 经营服务等六项的其中两项特色才行 市府内还准备成立特色民宿审查小组 能够通过形同是有了来自官方的认证加持 从认定面制度化 为的是提升民宿业者的经营质感 观光饭店跟一般饭店是提供一个空间 给观光客进来住 民宿的部分是他要一个套装 比方说吃完早餐 接下来要带他去哪里做旅游 骑脚搭车 接下来中饭吃什么 晚餐吃什么之类 他就整套的套装行程里面 都要足够提供给自由行的人 或是住民宿的 提供很多比较完整的这些旅游 新出炉草案要等议会审议通过 才有机会正式实施 吸引游客进入非都会区 住上至少一晚 诉求民宿经营强化特色 更有价值 港组新闻议员朱宇宏 采访报道 接着来看到的是 距离明年的立委选战 恰好在今天 是进入了倒数的100天 也遇上了市议会的新会期开幕 选择不继续连任市议员 转战立委选战战场的前议员 赵天灵带领竞选团队主要干部亮相 包括担任后援会总会长的周灵温议员 竞选总部总干事郭建盟议员 以及竞选总部总执行长肖永达议员 另外还有文创界的新秀 以及社福团体的支持 希望以非典型的选战团队 打一场有格调的选战 天灵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年轻人 我这辈子看到的 从没有说像这样年轻人 年轻这么轻就一路陪我做公益 而且真的风雨无止 而且给我很大爱的力量跟鼓励 所以希望他这次高票当选 游市议员转战立委赵天灵的团队 以我们这一代We are new 作为选战主轴 希望将新价值新思维新力量 带入这次的选举当中 竞选总部还找来七年级生 担任发言人 尽管对上国民党的战将邱毅 赵天灵团队也有备而来 选举方式跟我们的竞选干部 都呈现了非常的非典型 我们除了议员都很年轻 担任我们的要职之外 我们其他的影像总监 我们的设计总监 发言人 乃至于后援总会的荣誉总会长 我们请到社福界的先进 我们请到了年轻的伙伴 我们年轻到了设计的 很棒的团队 那很希望呈现给选民说 即使温和理性的选举方式 也可以赢得胜选 赵天灵除了率先对手 公布竞选团队干部成员 他也透露将针对前阵巴黎 另行公布竞选架构 高雄市第七选区 这场双雄对战 核实正面交火 选民也在等着看 港都新闻黄澜君刘志善 采访报导 最近的高雄有哪些议文资讯 和值得参加的活动 透过港都生活出席 带你一块来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顺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明天在皇帝上适合做哪些事情 又有哪些小细节要提醒您特别留意 带您一块来了解 明天是国立的10月6号 农历的9月10号 适合做的是祭祀还有嫁娶 不要做的是开光还有安葬 属老鼠4岁的朋友 提醒您要特别当心了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 继续透过高雄独回气象台 和您一块来了解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 晴时多云气温是24到31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陶竹苗地区 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22到28度 宜兰花莲陶一东 澎湖资门马祖地区 晴时多云有下雨机会 气温是20到30度 继续来看到的是 紫外线指数的部分 明天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 都已经到达了 过量及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云上市民国100年10月5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宋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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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ld you listen to yourself ının�로neten에게 津 Mong mily 干ogy 您市场 ész